運動的時候總會有中場休息 所以我就會隨身帶著電動 然後想換口味的話 這裡就有其他的卡帶 嗨大家好我是莎莎 今天我到Air要進行的單元是 What's in my bag? 先讓大家看一下我的包包 這個是我運動專用包包 然後這個是我的好友林立文 他店裡面出的版布包 就是只要買那個金額 你就會擁有喔 然後這個我覺得很耐用 裡面放了很多就是我運動 一定要用的東西 首先 讓你們看一下新貨 獎金獎金獎 就是這一次Air路跑的時候 會給大家的這個禮物 超級可愛 然後這個到時候你就可以劈在脖子上 所以這個運動的時候一定要帶毛巾 還有水壺 喔因為有時候 運動的時候總會有中場休息 所以我就會隨身帶著電動 然後想打就可以打 然後就是我的電動 然後想換口味的話 這裡就有其他的腳帶 然後還有獅子巾 衛生紙 皮夾 因為我每次運動前 就是任何運動前 我都會先跳繩 先跳一輪 然後我都會是 比如說 如果那天狀態很好的話 我就會直接跳六分鐘 如果狀態還好 就會三分鐘休息一分鐘 三分鐘休息一分鐘 然後維持三次跳繩 所以我就是 都會帶著我的跳繩 而且我覺得 我很喜歡這個跳繩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這個重量很剛好 而且這邊握起來是軟軟的 所以有時候 運動啊 乘中欲這邊長繭 但這個就不會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跳繩 然後還有這個 瑜伽環 因為每次運動完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記得 放鬆你的肌肉拉拉筋 所以這個瑜伽環就是可以 拉筋啊 然後按摩很多地方 然後放鬆很多地方 所以我也會帶著瑜伽環 然後除此之外 因為我絕對常在外面 要補充一些小東西 所以這裡面其實就是 有我的膠原蛋白 維他命C 益生菌 然後糖果 之外 還有一個這個 因為我本人是貓奴 所以如果在外面遇到小貓咪 我都很想跟他們交朋友 所以這個是貓咪的小飼料 除此之外 我最近很喜歡串珠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串的 口罩臉 很可愛吧 因為常常 都是口罩你倒掉一半拿下來 然後就不見了 然後裡面之外 還有手機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我的救命小包包 就是我今天不管換什麼樣的包包 我都一定會帶著這一包 因為裡面有所有我一定會用到的東西 就是譬如說意外 所以我就會帶著藥 OKBOM 都會用到東西 譬如說耳機 護唇膏 綁頭髮 護身符 隨身藥 然後還有 蘇想多很多 原汁筆 還有 二環 就是裡面有所有 如果我今天不小心忘記帶的東西 這一包裡面一定都會有 所以這個是我 救命小包包 所以這個我到哪裡一定會帶著 你們就帶三樣的話 你要帶哪三樣 我就是我帶我這個救命水生包 然後跟那個 手機 電動好了 因為我很怕無聊 所以我應該會帶這三個 欸這三個 保皮帶 以上呢就是我的包包小物 介紹給大家 那如果想知道更多內容的話呢 一定要加入我們的Air Taiwan 就可以知道更多更多囉 2023最具風格時尚路跑 Air Run with Style首度 北高兩場 4月22日呢 在高雄夢時代 4月29日在大家河濱公園 趕快去報名喔 一起在城市賽道上 自由奔跑